大家好,欢迎来到Highlight迷人堂 美国男兰在本届世界杯兵败马尼拉后 球迷对主帅Curl的批评之声甚嚣尘上 但对Lew和Eric Spostra这两位助教的态度却并不是特别差 尤其是对Spot教练,甚至有很多球迷表示 如果美国队主帅是Spot而非Curl 说不定他们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显然,对比用人固执,临场调整偏慢的Curl Spot教练的风评是更好的 他是现役名帅的标杆 很多球迷评价他把一桌菜烧出了肉味 形容他点石成金的能力 刚过去的22-23赛季 他带东区8号种子热火完成了不可思议的老八传奇 并一路神党杀神,冲出东区杀入了总决赛 更难得的是,热火的天赋比其他球队来说明显不足 Spot教练手中的牌有很多连次轮秀都不是 而是落选秀 热火也是联盟中落选秀球员占比最高的球队 事实上,2023年选秀大会之后 他们又连续签下了5名落选秀 这实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那么,Spot教练在强度更大的季后赛 是怎么把一桌菜烧出肉味 做出针对性战术布置 然后一路以弱胜强 带一群落选秀进总决赛的呢 今天,让我们回顾热火上赛季季后赛的经典比赛 细致剖七Spot教练的执教哲学 以及他一次次的精妙布置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热火的天赋是有多么不足 此前的影片中也介绍过 他们的两位当家Butler是30号秀 差点跌出首轮 Adbio是14号秀 勉强构上乐透秀的门槛 Love和Laurie之队学名二老 一个34岁高龄来热火前已无球可打 另一个也只是24号秀 其余如Vincent,Struz,Robinson,Martin等人 就是落选秀了 顾名思义 他们被NBA所有球队挑了两轮 都没被挑上 其实Harold和Ola Depot 这两大轮换都在乐透秀行列 如果他们能正常打 可以提升热火的天赋 但他们在季后赛开始不久 就相继大伤报销 因此这里就不讨论了 首轮对公路 热火爆出大冷 4比1以下刻上 不仅完成了老八传奇 还是史上首个4比1赢球的老八传奇 只用5场就在密尔瓦基解决了战斗 其实纵然在热火3比1领先时 也仍有很多球迷觉得公路能够翻盘 因为字母哥已经复出 对冰墙马撞的联盟第一公路来说 1比3虽已处绝境 但并不是没法追 至少回到主场的第五战 他们总能轻松拿下吧 三节战罢 公路确实领先16分 看起来胜利在旺 可能很多公路球迷 都已经在分析他们的下一场 需要做出的调整了 但Spo教练却和弟子们一起 书写了不可思议的大逆转 这一场 我们看到了Butler的硬 和热火全员的三军用命 但更该看到Spo教练 布置的优质攻防策略 Spo此一安排的进攻主思路 是开局就打开Vincent的进攻手感 于是热火开场的四次进攻中 Vincent主攻了三次 先安排Vincent主攻 原因有三 其一 对方外围防守箭头人物Holiday 需要去对Butler 因此Middleton 就会频繁交换队位到Vincent的面前 而大伤后的Middleton 使公路首发中脚步移动最慢 防守效果最差的 换言之 如果Vincent能尽早找到手感 这组队位就将是除Butler的队位之外 热火最有优势的 其二 Vincent的进攻手感打开之后 他和Butler之间的挡拆配合 就会更加顺随 便与Butler在换防后 针对性专挑Middleton这个点来打 其三 公路5号位Lopez 防守时速来老虎不出动 防守小个子挡拆时有天然烈士 他在沉退防守时的弱点捕捉 需要Vincent完成 因此Spot开局就想在Butler的身边 激活第二个单兵强点 专打Lopez 蹲坑防守的特点 当然了 Spot给了Vincent足够出手拳 后者就未必能回报信任 毕竟他只是个落选秀 并非全明星级别 所以Spot其实也在赌Vincent的手感 赌他能否打出自己想要的进攻效果 但这种赌不是毫无根据 任何已经握有听牌优势 在Butler保持状态的前提下 Vincent只需要有一场达成战略目的 Spot就赌赢了 第五场就达成了目的 其实是意外之喜 中场前8.4秒 Vincent能投入那季关键三分 和他开场就养出了手感 关系定然巨大 针对Vincent防守薄弱的缺陷 Spot教练也做了针对布置 那就是坚决夹击和轮转 比如这个球 Holiday背身点名Vincent Adbio立马来夹击 Struz去补轮转 湖顶的Allen出现了三分机会 但Butler迅速从底线 飞扑到湖顶完成封盖 并反击一条龙灌篮得手 至于Butler末节最后时刻的绝评 在之前的视频中已有详细介绍 这里还是说一下Spot的布置 在剩2.1秒落后两分的情况下 他摆出了Butler Vincent Struz Laurie Robinson的五外线阵容 堪称迷魂阵 改成一种他要搏命甩三分的架势 公路剑撞立马换下了Lopez 然后让字母哥去封Vincent的界外球 显然是想防三分 发界外球的Vincent 尽量再往后站 其实已经有些暴露意图了 那就是躲开字母哥的封堵 传高空球 内线的Butler Jes Struz的掩护绕了一圈 这就让他甩开了原本贴的 严严实实的Holiday 然后空接打进绝评球 要打对手篮下 还能主动让对手换下大中锋 这就是Spot的执教艺术 对比对面末节最后0.5秒不喊暂停 延长赛最后6秒 也不喊暂停的Button Hoser教练 Spot真是胜了太多了 东区决赛对塞尔提克 热火的另一位落选秀Martin 又站了出来大发神威 但幕后功臣还是Spot 之前的影片中有提过 Spot教练擅长将队内球员的特长充分发挥 并尽力藏起他们的弱点 Martin能偷空位 但被逼进人堆后的运球不紧凑是大问题 于是Spot教练特别注意让其他人给他喂球 包括Butler、Laurie和Adbio 整个东区决赛 Martin的场均19.3分是队内第二高 三项命中率甚至接近6成、5成和9成 非常高效 Duncan Robinson历来被认为是除了 投空位3分 义无是处的白人投手 但这一次 Spot教练开发出了他别的功能 比如样装在外线头 实则切入内线 篮下取分 于是他系列赛第二场在TD花园15分 第三场22分 第五场更是18分9助攻 一个白人投手哪来这么多助攻 这是因为Spot看转了他切入篮下的特性 在某些时刻给了他一些持球攻的任务 但他的持球突破只是幌子 真实目的是分球给Martin Vincent这些人投三分 除了决策球员 Spot对队内核心的运用更是一针画镜 系列赛第三场 Botler用16分6助攻 帮助球队3比0拿到听牌优势 只看数据他平平无奇 但看比赛会发现 他数次主动找换防区队为Robert Williams 健康的Williams是塞尔提克 乃至全联盟顶尖的防守人 但Botler却主动找他的换防 实在稀奇 究其原因便是Spot要求Botler将Williams调到上线 调出禁区 这样一来塞尔提克就必须得有人去拦下补位 他们的外线就会被拉扯出空位 Botler的6次助攻 有一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助攻的3分 换言之 Spot教练会让Botler主动去找Williams 但并不是为了单挑 总决赛面对更强大的金块 Spot更是将战术的变化 和弟子的执行力发挥到了极致 系列赛第二场 他们死掐除了于老师之外的金块全员 让于老师拿了41分 却只有区区4次助攻 于是扳平了总比分 与首战相比 Spot在进攻端做出了如下调整 首先 Love上手发 相较于Martin和Struz Love的身高具有优势 在外线投射时 前摇时间也更少 于是在持球人与Love做掩护时 防守的MPJ既要担心换防后的风险 又要保证防守身位不丢 能随时去扑Love的远头 比如这个球 MPJ在Vision和Love做掩护后选择换防 但抢的太靠上 被一步过掉 尽快的防守阵容因此被压缩 外线的Struz就得到了三分机会 原本 于老师防外线的延误是热火可抓的点 Love登场后 热火又多了一个外线抓MPJ挡拆的点 增大了进攻端出机会的概率 第二 Adbio的持球推进和侧影增多 因为它有一定的发牌能力 对塞尔提克时 也在闲阶段很好地承担了侧影重任 这种打法能减少他和后卫发动挡拆 或手递手的成本 而且在他推进时 Spot还安排了Vision上前参与掩护 这就能制造出潜在的换防可能 为热火的三分提供机会 再有 就是Botler作为持球人的调整 吸取了前一场的教训后 Botler第二场只要在侧翼对上Gordon 一律不采取低效的个人单打 而是等Adbio上前挡拆后 再发动进攻 而一旦他陷入于老师的陈退圈 也基本都是往内线走 压缩防线后再传外线 而不选择强攻 比如这个球 Vision就因此获得了大空位三分机会 而在防守端 他们对于老师采取单防 在禁区内堆积人数优势 等于老师到禁区时 才出动夹击 在这种情况下 袁老师很难带动起队友 他当然也还能偶尔找到Gordon 但机会越来越少 到阵地战 金块持球打 撑得上靠谱的外线就只剩下了Murray MPJ的球伤问题彻底暴露 于是此役第三节 袁老师数次在原地旋转一圈后 都无法觅得传球良机 只能选择自己单干 他单节轰下18分 还对Zeller打进了一个漂亮的一条龙 但整节零助攻 更厉害的是 首战的第四节 此役的第一节 第四节 热火分别打出一波11比0 10比2和15比2 此役的第三节开始 热火还曾连续四攻命中 换言之 Spo教练总能让热火在杰出 打出一波高潮 掌握主动权 让Malone教练疲于应付 进攻端 热火人人奋勇 防守端 掐死约老师的传球路线和空位 比约老师切换成得分手模式 这就是Spo的针对性布置 不得不承认 他在上赛季后赛中 对所有对方教练都完成了压制 您或许认为热火只赢下金块一场 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 坐拥双塔的灰狼也只赢金块一场 拥有两大超距 LeBron和AT的胡人 甚至一场都没赢 太阳能凭Buker 接近八成的暴肿命中率 啃下金块两场 但如果把这样的Buker给Spo 很难想象 他会带领热火打出怎样的高潮 更重要的是 金块气候赛 在丹佛打出十胜一负 这唯一的异负是热火和Spo 给予的 一开始我们就说明了 热火的天赋是何等的不足 按理来说 他们每多赢一场 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 但事实是 他们一路杀到了总决赛 还打破了冠军队在魔鬼主场的不败神话 Vincent防守不行 Struz运球不行 Robinson只会接球头 Martin更在两年前就已被黄蜂裁掉 但Spo偏偏就是带着这么一群落选秀 创造了奇迹 除了上述四人之外 热火还在季后赛派上过 Heismith Yurt7和43岁的Haslam 这三人也都是落选秀 他们在22-23赛季后赛 共派出七个落选秀出场 这也是打入总决赛的球队中 单赛季季后赛出场落选秀最多的记录 早在对塞尔提克的第五场赛后 热火就已经超越了马次 成为落选秀季后赛总得分的历史第一球队 相信以后 他们将更是断档的第一 正如Spo所说 发掘落选秀的能力 这是我们的舰队哲学 不白烂的热火之所以能以挖掘潜力股的方式 来弥补选秀千位的不足 Spo这位点时成金的名帅功不可没 于是 一次年度最佳教练奖都没获得过的他 入选历史十五大教练 也就不稀奇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